人民群众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最深的牵挂 全面小康一个都不能少 如何帮助所有贫困人口尽快摆脱贫困 从太行山深处的河北富平 到革命老区江西井冈山 从苦及甲天下的甘肃定西 到隔山走一天的四川大梁山 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冒言寒 踏风雪 看真贫 问冷暖 老百姓生活中有哪些操心事 烦心事 揪心事 对好日子有哪些期待 习近平总书记深入基层 查民生 看民情 他沿着蜿蜒陡峭的山路 辗转三个多小时 来到重庆的山村小学 看孩子们的学习环境 问老师的工资待遇 走进黑龙江上志市受灾村民家中 叮嘱地方党委和政府 东北冬季来得早 时间长 要确保受灾群众安全温暖过冬 在上海 习近平总书记了解 外来务工人员住的是否安心 在北京 看望还在工作的快递小哥 他走进辽宁沈阳的社区老年餐厅 询问饭菜价格贵不贵 社区服务好不好 在湖南常德的老城街道 主托要传承好传统文化 在山东日照的阳光海岸绿道 指出要搞好生态环境 让老百姓多一份实实在在的幸福感 民之所忧 我必念之 民之所盼 我必行之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与人民心连着心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创造性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价值取向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进改革 把增进人民福祉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作为改革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从人民的整体利益 根本利益 长远利益出发 谋划和推进改革 改革的目标宏伟而朴素 奔向的就是人民的好日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